林全内阁就定位也将近9个月了 但是施政成绩有超过半数民众不满意 根据台湾民意基金会最新民调就显示 内阁成员中知名度最高的就是交通部长贺成蛋 其次是法务部长邱泰三 相较与传统民调 环宇新闻透过社群平台进行大数据分析 发现网路上讨论声量高的官员 第一名是劳动部长林美珠 交通部长贺成蛋则是居第二名 不过两个人之所以备受广有讨论 全都是因为负面新闻 年后内阁小改组 但咱们新任阁员中劳动部长林美珠 不只是有个总统表妹蔡英文引来关注 近日在网路社群平台上的讨论度 更是内阁阁员中的冠军 不仅胜过第二名的交通部长贺成蛋 以及农委会主委林聪贤等人 当然现在交通部的官员最深刻 因为点电话的事情 我认为他们羡慕着有些官员讲话 就是说没有经过大脑 而且有些做事情想到什么做什么 我认为自己也是很不好 但讨论度高不等于就是支持度高 透过社群平台大数据分析发现 前三名上榜的阁员几乎都是因为负面新闻 引来关注度 说他这一段时间他把车门关起来 他可以去散散步 他也可以去做做操 他也可以去听听音乐 就是这句话 劳动部长林美珠荒谬的休息非公时解释 引来一片负贫 至于网路讨论声量高的第二名 交通部长贺成蛋 则是因为哀到蝶链花游览车罹难者时 一句要大家为死者保重 但遭到语异曲解 交通部长跟交通部长 这个礼拜在网路上讨论声量比较高 但是因为蝶链车那个游览车吩咐的事件 林美珠的声量最高就是因为他 大家对于就是时机是不是真的过老驾驶 就是有一些讨论 林部长他说了一个就是 没有握方向盘就不算公式嘛 让民众有一些负面的声浪 所以在网路上声量就比较高 林权内阁团队调整在调整 但就任近九个月 市政还没交出满意成绩单 因为官员失言频频缝坡多 反倒先失了焦点